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20单元,带来快乐的地方。 第一课,林家的菜园。 朗读与理解课文。 首先,老师先朗读课文,同学们仔细聆听。 一,林家的菜园。 一天,林家张伯伯在门前的空地上干活。 我好奇地问他在做什么。 他说,你自己看吧。 第一个星期,我看见张伯伯在浇水。 地里长出绿绿的叶子。 第二个星期,我看见地里长出更多绿优优的叶子。 一个月后,我看到地上长着一棵棵青菜。 有一尺高呢。 我对张伯伯说,我已经知道您在做绿了。 张伯伯听了眉开眼笑的说,来,和我一起收割吧。 接下来,又是到同学们朗读的时间了。 老师先朗读一遍,你们在后头跟着朗读哦。 好,我们来开始。 老师先朗读一遍,我们在后头跟着朗读。 他说,你自己看吧。 第一个星期,我看见张伯伯在浇水。 地里长出绿绿的叶子。 第二个星期,我看见地里长出更多绿优优的叶子。 一个月后,我看到地上长着一棵棵青菜。 有一尺高呢。 我对张伯伯说,我已经知道您在做什么了。 张伯伯听了眉开眼笑的说。 来,和我一起收割吧。 。 同学们,接下来,又是到想一想。 打一打的环节了。 。 首先,第一道题,林家张伯伯在哪里干活? 。 同学们,还记得刚才所念过的课文吗? 我想你大概知道答案了吧。 好,我们来看课文找答案。 答案。 答案在哪里呢? 是的,答案就在这儿。 林家张伯伯在门前的空地上干活。 好,我们回到问题。 好,我们来看第二道题。 说一说,张伯伯种的植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 不同时间的变化。 就是以下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星期。 和一个月后的变化。 也就是说,植物的生长过程。 好,我们来看课文。 从课文里面找答案。 第一个星期。 地里长出绿绿的叶子。 第二个星期。 地里长出更多绿优优的叶子。 一个月后, 地上长着一棵棍青菜。 同学们,是不是很容易找呢? 好,我们来看回问题。 写一写张伯伯种的植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 第一个星期。 地里长出绿绿的叶子。 第二个星期 地里长出更多绿优优的叶子 一个月后 地里长着一棵棵青菜 第三题 我在什么时候知道张伯伯是在种猜 同学们想到答案吗 好,我们来看课文的最后一段 答案就在这儿 是的,一个月后 我看到地上长着一棵棵青菜 我就知道 您在做什么了 这就是问题的答案了 好,我们回到问题 我在什么时候知道张伯伯是在种猜呢 答案是 我在一个月后看到一棵棵青菜 才知道张伯伯是在种猜 第四题 为什么张伯伯会没开眼笑 同学们 同学们 你知道什么是没开眼笑吗 没开眼笑的意思就是很高兴 那么,为什么张伯伯会很高兴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是的,因为他能收割青菜了 所以他很高兴 同学们 今天的教学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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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观看